跟過梟雄之懸崖,早前落實開拍 不過當中最大爭議 是女主角竟然不是由鄧穗文飾演 而是由胡定欣擔任 有傳鄧穗文在內地人氣急升 片藥片酬也很多 未能與無線達成共識 不過今天凌晨她就在社交平台反駁 鄧穗文說 不是說誰對誰錯 就是說你聽不適合 道不同不相為謀 因為勉強沒有幸福 鄧穗文分享她曾在接拍某一個劇前 反對故事內容一些三觀不正的想法 製作人為了想她接拍 也妥協地不寫這個情節 但她最終就落入了一個很不愉快的拍攝過程 這個教訓令她畢生難忘 也一直用來警惕自己 自此後她不再以事業為優先 更懂得去疼自己的身心靈健康 不再妥協在不公平的對待 不委屈在不合理的工作條件 小童不尊重專業的人合作 不過當中最精進的 都是她的幾句hashtag 包括有 已等候四年 給了三次當期 我被觀眾的失望更大 如果接工作 只是看錢份上 我應該加財萬貫 可以退休了 鄧穗文明顯看來 不是因為片酬的問題 而是拍攝過程的不愉快 加上三次當期 依然未能成事 覺得很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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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